季节有祖宅并非一处而是多处 其中在这魏城内就有一处 那是一个占了近三成城池的巨大庭院 其内雕兰玉器 从外面看很是普通 可若踏入进去 其内的奢华难以形容 更是有沧桑古老之意 扩散八方 仿佛每一块木头 每一块石头都有其灵性 极为不凡 这一点就连东土的方箭也都不如 孟浩走在城池内 按照地图的指引 出现在了季节的大门外时 他干咳一声 走上前去 此门关闭 门外没有人影 在门外孟浩敲了敲门 箭里面没有反应 于是身体一晃 想要飞进去 可刚一飞起 立刻一股磅礴的微压降临 此地进空 这位道友 不要尝试了 如你这样每天来到此地 想要去拜见记忆下的人太多了 孟浩身后传来笑声 那是两个修士 正路过这里 看到孟浩的举动后 开口说道 季家是南天大帝第一家族 这里又是祖宅之一 哪里会有这么好进的呀 季家唯有他们邀请 才可以进入的 道友还是莫要尝试了 否则的话 若是引起了季家内 某个族人的不喜 你就有性命之位呀 第二人笑着开口 劝说孟浩 孟浩模样俊朗 气质如尘 使得这二人很有好感 这才提醒的 我不是来拜见他们 我是来要账的 孟浩干咳一声 话语时 忽然双眼一闪 目光炯炯地看着 大门上的两个铁环 这两个铁环看似如常 可当孟浩以鲜眼一看 顿时就感受到了上面 赫然有阵阵古老的符文气息 是一件法宝 孟浩立刻上前 一把抓住后狠狠一拽 可这大门却不动 他身后那两个修士 被孟浩这举动吓了一跳 道友 你 你这是要干嘛呀 孟浩深吸口气 目露齐光 正要再次将其拽下时 那两个修士 以目瞪口呆 赶紧退后 他们时常来此地采购物品 也经常看到修士在这里徘徊 试图败见 可却从来没有看到过 有人居然打技巧大门铁环的主意 这让他们头皮发麻 就在他们退后 孟浩要用全力将这铁环拿下的瞬间 一声怒吼从远处传来 只见在远处的街头 有七八个青年正笑谈 察觉到了孟浩这里的举动后 其中一人愣了一下 随后大怒 身体瞬间飞起 直奔梦号而来 吃了龙心不成 居然如此大胆 敢在我季家门口撒眼 不好 是季学明 季家这一代的准序列之子 那两个修士立刻失声 退后更快 这季学明呼啸而来 刹那临近后 右手掐掘时 他身上顿时出现了阵阵强烈的光芒 在身前化作了一根长矛 带着漩涡之力 直奔梦号 一毛刺来 梦号站在季家门口 转头看了一眼来临的长矛 冷横一声 右手抬起一指 这一指之下 那长矛轰的一声 寸寸碎裂 直接崩溃 掀起的冲击 扬不起梦号的发丝 可却将季学明直接卷着飞出 落在了百丈外后 喷出鲜血 面色瞬间苍白 他身边的那几个人 也都一个个神色大便 齐齐看向梦号 你找死 爬起来的季学明 他修为猿鹰后气 梦号的修为 在他看去深不可测 但他依旧怒吼 你是纪学明 你等等 孟号从橱袋内 取出一大把欠条 翻了翻后 眼睛一亮 取出了一张 纪学林是你什么人 孟号带着七代问道 那是我哥 你敢在我季家仨爷 你死定了 纪学明 七力开口 右手抬起时 立刻一股灵气 冲天而起 在半空中 化作了一个 凡人看不到的波纹 孟号腼腆的笑了笑 没有理会 回头看了一眼 铁环更为心动 这宝贝不错 他忽然体内 修为默然一转 身后法相虚影 刹那一闪后 将那铁环抓住 向外猛的一拽 轰的一声 整个大门 强烈的震动 就连地面也都颤抖了一下 那铁环 居然被孟号 生生的拽下了 这一幕 直接让那两个 曾劝输孟号的修士 倒吸口气 目瞪口呆 孟学名身边的几人 一个个睁大了眼睛 仿佛看到了厉鬼一般 露出无法置信的样子 就连那正在 凄厉嘶吼的孟学名 也都声音戛然而止 呆呆地望着孟号 他 他把门环给掰下来了 这 这怎么可能啊 随着轰鸣的传出 在这城池内 有不少的修士都察觉 纷纷赶来 速度快的已经到了 当看清了这一幕后 立刻传出惊枯 此人是疯了不成 他居然敢招惹季家 这里是季家的祖宅之夜 是脸面呢 此人居然 居然把门环 给拽下来了 捅破天了吧 四周 嗡鸣回荡 孟号神色如常 将这两个铁环拿在手里 颠了两下后 眼中露出了喜悦 好宝贝 他立刻转头 看向另一个铁环 正要抬手时 一个阴冷的声音 漠然间从季节传出 紧接着 大门无声无息地打开 从其内走出一个青年 这青年一头长发披肩 样子俊美 一股斩铃的气息弥满 神色阴冷 当一走出 立刻八方轰鸣 仿佛在他的身上 存在了某种奇异的波动 破坏族门 按照规矩 灭你血脉九族 这青年缓步走出 冷冷地看了孟号一眼 忽然一愣 就在这时 那在百丈外的纪学名 立刻惊喜 哥 上他 孟号双眼露出奇异之盲 猛地看向着青年 越看越是开心 哈哈一笑 学林道友 还记得我吗 那青年一开始 还是一副阴冷的样子 可下一瞬听到了 孟号这句话 又仔细地看了一眼 孟号后 他面色忽然大变 瞬间苍白 若非是定力很深 怕是要失声惊呼 也就算是这样 他也依旧是 灯灯灯连续退后了数步 不认识 他赶紧开口 就要立刻关门 孟号双眼一闪 右脚猛地抬起 直接一脚踏在了大门上 轰的一声 此门被孟号直接踢开 门后的纪学林 喷出鲜血 身体急速倒退时 他立刻大声开口 孟号来了 孟号来了 他声音急速地传出 一刹那就传遍此地的季家 不少家族的祖老 一个个面色立刻变化 可那些在这里的天骄 虽然不是全部 可也有三五人 正是当年欠下孟号灵时的 顿时大吃一惊 而季家外的那些人 也都听到了这个声音 纷纷一愣 有不少还没有反应过来 但有一部分 却是神色猛的变化 孟号 是那个半步真仙 结束了南狱与北地之战 号称这一代的第一人的孟号 是他吗 他居然来了东土了 该死 我想起来了 宗门最近有命令落下 不可得罪孟号 我之前还在纳闷呢 此人在南狱 原来他来了东土啊 他 他就是孟号 南狱一战 早已传遍天下 孟号之名彻底崛起 封十多万北地修士修为 断元英之路 沦为罪民 幻化一座大山 镇压五大问道巅峰 这一幕幕早已让孟号的名字 轰动了整个南天大地 那季学明面色苍白 睁大了眼 此刻哆嗦了一下 他之前隐隐听说过 家族里有传言 不让招惹孟号 八方震动时 孟号迈步走入季家 路过那半扇门时 他抬起手 一把将另一个铁环也抠下了 放在了储物袋内 这一幕 再次让外面的人 倒吸口气 深感孟号的霸道 可却让季家纷纷走出的族人 一个个目露怒火 毕竟 欠下他临时的 只有个别几人而已 对于其他季家的族人来说 孟号如此行为 这就是最大的亵渎 立刻就有七八个族佬 冷横中脉步走出 挥手时神通幻化 可刚一靠近孟号这里 孟号双眼一闪 大袖甩动时 天地轰鸣 一股风暴骤然滑开 行程冲击四散 那七八人一个个喷出鲜血 身体倒卷 我来这里 不是为了打架 我是来要仗的 既学林 既天一 既孝孝 孟号干咳一声 取出欠条 翻动时念出了七八个人的名字 随后抬头 你们欠下我的几千万灵石 要欠到什么时候 还我灵石 他声音很大 传遍整个季家 外面都能听到 一时之间被叫到名字的几人 除了没有在这里的外 但凡是在的 都一个个纠结中露出愤怒 他们不得不怒 因为欠款太多了 他们自己还不起 你无耻孟号 当年是你逼我们写下的欠条 这不是我们的意愿 是你逼人写的 是你威胁我们 我们不得已才写下的 这欠条不算 他们几个一喊 顿时四周的 季家族人 也都有不少人大吃一惊 外界的修士 更是一个个目瞪口呆 这孟号当年就如此生亡 居然逼得季家天骄 写下签条 几千万灵石啊 这 这得被逼到什么程度啊 才会忍痛写下签条的 你们不认账 孟号立刻 瞪起眼睛 季家族人一个个怒视孟号 眼中都露出杀迹 多少年来还从未有什么人敢如此闯入季家的 除了那对夫妻 而眼下这孟号成为了第三个 一派胡言 季家族人 里立刻有人开口 与此同时 一股大力从季家人群内传出 紧接着 有三个老者迈步而来 速度极快 前一夕还在远处 下一夕已在了孟号的身前 三老修为散开 赫然都是问道 走来时 三人冷横一声 齐齐出手 他们知晓孟号不俗 此刻联手出击 立刻天雨震动 日月奇颤 仿佛有一座祭坛虚影幻化 向着孟号这里轰轰镇压而来 看在你爹娘的份上 今日不杀你 可教训必须要有 三老向前迈出一步 大地震动时 那虚幻的祭坛直奔孟号 孟号神色如常 微微一笑 看了一眼那来临的祭坛 右手忽然抬起 向着天空一拳落下 这一拳出 立刻地九山幻化出来 轰鸣中与那祭坛碰触 巨响滔天 祭坛直接倒卷时 地九山骤然而起 散发惊人的威亚 更有仙气缭绕 那三老神色变化 各自嘴角溢出鲜血 身体蹬蹬蹬地后退 几乎在他们退后的同时 季节族人里 有七八个老者 骤然飞起 彼此联手 向着孟号隔空一按 这一按之下 顿时天空震动 仿佛化作了一个巨大的湖泊 湖泊内有鱼游走 其中一条月起 赫然化作红龙 向着孟号咆哮而来 孟号抬起脚 向前迈出一步 这一步落下 大地震动 一股强劲的波动 向着四周 轰隆隆的扩散 那三个问道老者 喷出鲜血 身体再次后退 神色震撼 至于联手化作 红龙的七老 也是各自喷出鲜血 身体如断了线的风筝 立刻倒退 那些寻常的族人 一个个神色大变 身体不受控制的退后 露出骇然之意 看着站在那里 气势崛起的孟号 这一幕也落在了 外界众人的墓中 一个个都目瞪口呆 呼吸急促 这一刻的孟号 好似至尊一样 他站在那里 如同无人可敌 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 你们既然赖账 我自己来取好了 孟号开口时 向前走去 所过之处 那些季节族人 不得不退避 他们的身体 好似不受控制 被一股大力推开 可其中有一个青年 却是无法逃走 被无形之力缠绕 直接拽起 出现在了孟号的身前 孟号 你不要太过分啊 纪学林 淒厉嘶吼 死死地盯着孟号 仿佛要喷出火来 内心却在颤抖 这个话语 这个举动 几乎是硬着头皮 做出来的 因为此地毕竟是纪家 他若是不如此 日后在家族里 无法抬头 你欠我钱 我来要账 怎么 还叫过分了 孟号当着此地 寄下族人的面 将这青年身上的 橱袋取走 打开后 看了一眼 皱起眉头 怎么就一百多万零食 这还不够啊 纪学林 我看看啊 你欠了我七百六十五万零食 孟号严肃地开口 右手抬起 伸入纪学林的怀中 仔细地搜了一圈 孟号 你你你 纪学林怒吼 眼睁睁地 看着孟号 拿走了自己的橱袋 又将自己身上的 一些零碎的物品都拿走 最后 当看到孟号 居然在脱自己的衣服时 纪学林害怕了 他前所未有的惊恐与骇然 你 你你 你要干什么 不仅是他害怕了 四周那些纪家的族人 也都一个个睁大了眼 全部露出骇然 眼睁睁地看着孟号 将纪学林的衣服 扒了下来 你欠我钱 这衣服不错 估计拿出去 也能卖些零食 孟号将衣服收走 看着在那里 瑟瑟发抖的纪学林 忽然有些不忍 轻叹一声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啊 年轻人 欠条 绝不能轻易些呀 希望你以后 远离欠条 重新做人啊 不过 欠我的零食 记得下次要给我 这一次嘛 当做利息好了 孟号一副同情 他的神色 摇头开口 纪学林大吼一声 喷出一口鲜血 气得直接昏倒过去 也不知是真是假 就在这时 一个阴冷的声音 漠然传出 紧接着一道身影 从一处宅子内 刹那出现 刚一出现 立刻一股阴寒气息 化作了无尽的煞气 在半空 形成了一个 巨大的黑色手印 轰鸣间 竟将八方压制 形成问道 巅峰之力 轰隆隆地 向着孟号这里 一巴掌落下 隐隐可见 在这虚幻的手掌后 有一个穿着 黑色长袍的老者 这老者甘兽 身上露出腐朽的气息 仿佛从墓地 爬出一般 在季家 你还没资格撒野 天地轰鸣 煞气惊人 更形成了 无尽的杀机 仿佛邪恶到了极致 使得这艳阳天 直接成为了龙东 更有黑色的雪花飘落 仿佛将这里 直接化作了龙东 形成了一处战场 在这战场上 无数尸骸弥漫 无数修饰厮杀 极为真实 这是欲 属于问道巅峰的欲 无数尸验 太客飞了 自来 十年 最后 太客飞了